自己啊什么 因为他身材不都挺好 那之前不都漏过吗 我拍 我拍 这种设置壁纸 我说 热八身材也老好了 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线条 热八 这么简单啊 我好像见过 他参加哪次红毯穿的这个衣服 然后这个体型 这么鲜瘦 这个体型一看 完美 热八第一次没有对男明星避险 难道是因为 龚俊这个傻大哥 憨憨的 飞也飞也 龚俊其实机灵着呢 龚俊接受采访 记者拿了一张背部照片出来 龚俊不瞎搜索就认出了 这照片里面的人是笛笛热八 理由是他见过 见过热八在某个红毯里 穿的就是这套礼服 然后再根据 这个鲜瘦的完美身材 他一看就是笛笛热八 轮到热八接受采访 工作人员放出了一张 龚俊当面的肌肉照 热八第一反应就是精通 扬月苍光 能为这种身材给重草到 没想到龚俊长着一张 远处无憨的脸 脑袋的身子 还有这一款茶 热八算他不如 自己的身材 起来就是一些紧 能先调发了 好奖 凡尔赛呀 真是凡尔赛 只是这么好身材的小两口 却是一个搞笑男 一个搞笑女 记者问龚俊 就这一块儿生的孩子 应该信不什么 龚俊只听到了 他有热八的孩子 会属于做惊犯失措 回答存疑 不可置信的回过头去 访问热八 事情谈吗 热八至今 那不然呢 太搞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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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要不然呢 还在这一边 还在这一边 干涉不出 记者的问题 奔得十分有客 攻击女的问题下倒 热八则被攻击下倒 除了能回动 一致的搞笑 近近此还拥有着 热八的独播的偏爱 正所周知 热八的合作对象很多 但热八从来不信一场CP 即便是跟男主角 一块出去营业 裙子自己冰 胸口自己冰 自己看自己的 别人的一局 都能够关注 总之 主带一个高男人结封 别爱我 没结果 羊羊第30 这场歌男主角中 曾经最有黑点的意味 那时 热八跟羊羊儿游戏 热八对人为 跟羊羊非得交流 但怕是笑风向了 笑的时候 也都是演名 然而 这些合作对象 都有一个共通点 都很绅士 还都想照顾热八 绝对被热八 回晚的拒绝了 那么 同样拥有这些特制的工具 也一直对着热八 吃汗笑 可是不是 也没有机会了 于是大家 吹呢 飞眼飞眼 孙羊羊子在这里 是绝对有优先权的 龚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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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不妥 主动提议牵手 热巴欣然答应 这还是那位即便在舞台上摔倒了 也还要拒绝男嘉宾帮助的 迪丽热巴吗 当然 这些也不足以说明 两人就真的在一起了 他恋爱诸如此类的细节 或许也只是两个真诚 又不做作的人相遇了罢了 龚俊真实不装 热巴也真诚相待